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澳洲新章节 我是Jerry 那今天是6月3号 末本封城第7天 那今天一样很高兴又邀请到 Vanson来跟我们做视讯连线 那Vanson在线上跟他进来 好Vanson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嘿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上集我们的影片 有谈到那个贷款 然后那有观众朋友他就有留言 那问说那他要怎么知道 银行是怎么判断 我的房子值不值钱 所以我在想说 可以从你作为一个贷款经理的角度 那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你的解读给观众朋友 那银行怎么估值 怎么判断这个地方值不值钱 其实这个的话呢 如果从一个比较深度的探讨的话呢 会有银行有很多的这个分析对吧 银行会收集很多的数据 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的大数据 然后也包括很多网上面的信息 然后也有这个银行真正的估价师去估价 各个方面这种信息集合在一起 然后银行去做一个贷款 但是呢 其实我们深入的想一想 银行所做的呢 并不是说决定一个物业也好 或者一个物品的价值 银行的这个物业的这个物品也好 它的流动性 那我们这样子讲可能比较抽象一些 那我们举一个现实一点的例子 就是说比如说一副古董的名画 还是一台汽车 我们并不是说很贵的汽车 比如就是一台这个Toyota 或者是日本的汽车 很普通的家用汽车 可能澳币的话 可能大概五六万 那台币的话 也就是在这个50万 100万以内的一辆汽车 那你觉得这两个物品的话 哪一个比较值钱 其实当然大家都知道 但是古董比较值钱对吧 嗯 它的价值很高 但是银行会借钱给你去买一个古董吗 大部分的情况下不会 嗯 那所以银行虽然值钱 但是它没有流动性 流动性 它可能去买卖 嗯 那一台汽车 像银行都会有这个车档 而且台湾也会有 对吧 所以你这个流动性会很高 包括去到二手的时候 也有一些二手的车单 所以这个汽车 说我没有 我没有100万台币的现金在 但是我也可以去买一辆汽车回来 嗯 而且很容易就可以买到了 你卖出去的时候 二手的这个买卖也会有存在 所以它很容易的就会买卖的到 所以就算一张汽车不值钱 大家都知道汽车机车 这种东西你用个五年十年 它就完全不值钱了 但是还是会有很多人去买卖 它的流动性很高 OK 在说银行决定一个物业的情况下的话呢 那就是说这个物业 你就买卖 能不能买 有很多的时候 比如在澳洲这方面 可能跟在台湾有一些不一样 就是说在澳洲 你的这个住宅的房子 我们最多可以去借到90% 或者是有的时候95% 对吧 这个可以借贷给你借贷高的一个比例 你拿出来一点点就可以买得到一个物业了 但是呢 比如说商用的店铺 或者是公司 那银行的借的比例呢 最多才借到70% 商业物件就对了 对 那所以的话呢 在澳洲你会看得到 很多的这个商业的店铺也好 或者是办公室 就是办公室也好 它的很难往上升 就是因为它的流动性不够 或者是我可以解读成 银行愿意放贷给商业物件的金额没有那么高 所以符合这种条件 这种金额比较大的买家就比较少 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说它不愿意放贷这么多的钱 所以说比如说一个一个 比如说同一样这么说法吧 银行都是要放贷70万 嗯 嗯 那这个如果是要放贷给这个呃 店铺的话 或者是呃 办公室的话 那银行可能需要这个办公室或者是店铺 它的价值是在100万 嗯 那我 会带70万出来 就70%对吧 那同样都是在 办的范围之内的话呢 那如果是一个一个房子 它是大概77万 我们好算一点啊 就是77万的一个房子 那银行也肯带70万出来给它 OK了解 所以就 所以就你会发觉上这个流动性的不一样的吧 如果我如果要买一个店铺 我需要不要算 就不要算其他任何的这个 这个这个手续费啊 乱七八糟 那我要买一个店铺 我需要准备30万的现金 但是我买一个住宅的话 我只需要准备7万块的现金就可以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就造成为什么店铺 它比较难升值 就是它的价值有在那里 但是我要买卖的时候 我可能需要很久的时间 就好像一个古董一样 我要需要久一点的时间 才有人能拿得出来这么多钱 而我买卖一个住宅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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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子 一个Toyota汽车 对可能就很快了 那我们要怎么知道就是 哪个项目可不可以贷款 就是好不好贷款 其实银行的话呢 在所有的这些项目一出来的时候呢 银行它有内部的这个审查的机制 就像我刚才所说了 它会收集很多的信息 包括开发 也好 因为因为这个这个房子 它建的时候 开发商也是需要去做贷款的 对吧 所以银行也 开发商的背景 然后它的销售状况 方方面面 那银行会决定说 我要不要借钱给这个开发商 去做这个开发 对吧 做完了之后 那开发商卖房子的时候 银行当然就会知道 这个房子究竟质量如何 地点如何 前景如何 方方面面 这个整个整个区域如何 究竟能不能借钱给它呢 会不会是这个 这些房子建完了之后 根本上就没有人会去让你住呢 或者是它附近的交通配套 或者是这种 有没有托儿所 有没有学校 应能够不够好 对对 基础的基础的建设有没有 那这些都是银行的 举一个例子 在澳洲墨尔本的话 比如一个开发的新区 那银行有的时候 可能是 这个新区一开发完了之后 银行贷款的比例 只能去到70% 一开始的 对 那直到呢 有的时候是大型的超市 搬进去了这个新区之后 就是在这个区域之内 可能是两公里的范围之内 有这种其中一台 一种大型的超市 不是那种7-11啊 就是大型的超市 那这个银行的比例呢 可以去到80% 或者是85%了 或者是说 就是相对应的 比如说基础建设 比如说车站 或者是 你是刚刚所说的学校 甚至搞不好有新的学校 还是什么之类的 基础建设 基础建设进去就对了 对没错 但是以银行的角度 我刚才所说的一个 就是一个比较算是银行内幕的 一个政策吧 就是说以银行的学院的时候 他除了看所有的这些东西 他最看重的就是 你这个小区附近两三公里之内 究竟有没有一个大型的超市 OK 如果有超市的话 他就会把它 因为他会把 银行借钱的时候 会把所有的住宅的项目 会分成差不多是我 如果没有基础的话 是五个等级 那如果一有超市 OK 那一有超市的话 他就会把它换成是第二个等级 就差不多是最高的一个等级 对 那他分成这样所有的东西 对 哇 那今天 这让我们学到一招 原来银行有看这些东西分等级 那除了他看超市 他还会看什么分座等级 其实另外一个我们会 大家可能都知道 做过这种房产投资的人 可能大家都有听说过 其实就是你看麦当劳 那个地方 他在麦当劳的附近 他的这个地价 或者是他的物业 都一定不会差的 是啊 麦当劳其实大家可能 不知道清不清楚 麦当劳其实他做的根本上 就不是卖他的汉堡包 麦当劳所做的 就是在买他的 那所以他的这个 你想他 麦当劳在那里 他的这个地皮一定是要值钱的 要不然麦当劳不会去那里 开他这个店 所以我们就是跟着麦当劳走就对了 对 你跟着麦当劳走 是没有错的 然后跟着银行 你跟着麦当劳走 在麦当劳的这个附近的范围 只要那里有麦当劳 在他附近范围之内 是这个房价 基本上是不会跌的 那我可以替观众朋友问吗 那这样子如果要买什么地方 我们可以跟着你的脚步走吗 你可以跟我们讲哪边银行觉得他值钱吗 对 你也可以 脚步走 因为银行他也是 其实我们所做的这些 说跟着所谓的银行走 跟着麦当劳走 对吧 其实我们所做的就是 你要想到一点就是这些大的大型的企业 他们已经做 已经帮你做好风险的控制 帮你分析 绿性 帮你分析了那些地方的人口的结构 那些地方究竟能不能持续的增长 有一个增长 那些地方究竟会不会被政府拆迁掉 或者是附近或者这里突然间会起一个 这个高压电线对吧 这些事情不是说他们百分之百的对 大量的资源 大量的专业的人员去做 那相比起你自己一个个人的眼光 也不代表说一定会很差 但是这个我们说的就是一个机会嘛 对吧 那就是觉得你眼光一个那么好的一个眼光的机会 跟一个专业团队去分析的时候 究竟哪一个会 中奖的机会会比较多 对吧 这个就好像我们买乐透一样 你你只买一 那另外一个人他买了一千万柱 那当然是一千万柱中奖的机会比较多一点 但是不代表说 你没有机会中奖 那就是这个是一个机会 但是就人家已经有那么好的专业的团队 那我们跟着他们去 跟着跟着 跟着脚步走 我觉得是不会有太错的 对 今天又从Vincent身上学到很多 好 那不然今天非常感谢Vincent带给我们这么多宝贵的意见 那如果大家还想问什么问题的话 就欢迎留言给我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了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